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暑假期间 家长应该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 黄厕增山附近将新建一座污水泵站 建成之后 周边的污水和雨水 经过节流处理在派入大海 一位粗心的女士 下姑娘车的时候将包移忘在了车上 这包里是丈夫的住院费 钱找得回来吗 稍后我们和您说说 昨天傍晚 金美宜住户家中 疑似小孩玩耍 液化气罐 导致液化气泄漏 引发火灾 事故造成了三人受伤 好 我们来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每年的暑假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 根据统计 今年五月到现在 我是已经发生了十几起的溺水事故 那么其中有不少都涉及到未成年人 7月28号 又有一对父子 在武通下金湾海域溺亡了 悲剧是频频发生 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 一些家长带孩子到海边之后 习惯让孩子自己玩 还有一些孩子甚至瞒着大人 独自到海边去玩耍 而这些处于监管盲区的孩子 面对着瞬息万变的大海 危险那是如影随形啊 我们来看 下午四点 在环岛路椰峰寨附近海域 由于正在退潮 海边裸露出了大片的滩土 而此时海中仍有不少 正在游泳细水的市民游客 其中不乏孩子的身影 一些孩子甚至在大人的带领下 游到了距离岸边很远的位置 个别人甚至连救生圈都没有带 退潮时游泳非常危险 110水伤救援队的志愿者们 来到海边对游泳者进行劝导 请大家不要贸然下海 注意安全 下海的警示数返回 虽然志愿者们不停劝说 不过海中的大人和孩子 却丝毫没有要上岸的意思 仍然在这危险海域里游泳洗脑 这时海岸边四个玩耍的小男孩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四个男孩大的七八岁的样子 小的可能只有四五岁 身边并没有大人跟随 他们在海边四处奔跑打闹 甚至来到海浪冲刷的区域挖花隔 看着都让人担心 在记者的劝说下 这四个孩子才离开了海边 110水伤救援队的志愿者说 孩子在海边玩耍 即便大人在身边也丝毫不能放松警惕 这种无人监管的状态更是危险 本月28号晚上 在武通下京湾海域 就发生了一起父子溺亡悲剧 而引发悲剧的原因之一 就是家长放松了对孩子的看护 让孩子独自在海中吸水 根据统计 去年110指挥中心 共接到逆水报警求助85起 其中逆亡事故57起 逆亡人数达59人 63%的逆亡事故发生在海中 超过五分之一的逆亡者 是未成年人 110水伤救援队的志愿者 以提醒广大市民游客 危险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 家长带着孩子来海滨玩耍时 最好能做到一对一 或者是一对二看护 一定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同时以身作则 禁止游泳的危险海域 不要带着孩子下海 如果想要下海游泳 也应该选择正规的海滨浴场 家长带出来的时候 千万要记住 不能让小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严格意义上来说 没有什么不具备危险的贪图 所有的公共开放的海域 全部都是有危险的 就是说这个要有一个安全意识 你来到海边游泳 来到公开水游泳 就应该预先预警知道 说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不能说没有服务就冒然下水 这个是最危险的 记者公家李火焰报道 好 我们再来看 环岛路黄厕附近海域 很受市民游客的欢迎 但是附近的雨水 污水等混流直排入海 让这一带的海水水质并不理想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 在黄厕增山附近 将新建一座污水泵站 那么建成之后 周边的城市污水 将经过节流处理之后 再排入大海 关注一下 下午5点左右 记者来到位于黄厕西头下附近的海滩 虽然此时气温还是很高 不过前来海边游泳细水的市民游客 已经开始多了起来 常在黄厕一带游泳的市民就告诉我们 黄厕附近海域 有两三个大型的雨水污水管渠 雨水以及周边社区居民的生活污水 往往混流后 未经处理就通过这些管道 直接排入了大海 流出来的味道 反正那个水是又脏又黑 周边几十米游泳的时候 都能闻到那个味道 水面上都很多油 树枝 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很多 夏天冬天我们都在这边 这个海域游泳 如果里面不至于好的话 那个水很脏很臭的 而即将新建的增山污水泵站 将有望改善黄厕片区 雨污河流排污的这一现状 在市环保局网站上 公示的环评报告中显示 新建的污水泵站 选址在环岛南路增山脚下 台湾民族村南侧 用地面积约659平方米 总投资达1119万元 建成后 泵站截流下的污水 将接入前浦污水厂 经过处理后 再流入厦门东部海域 它的总截流污水量 将达到一天1万立方米 可以减少城市污水 直接排放对厦门海域的污染 目前这一项目 还在环平公示阶段 顺利的话下个月就可以进行 招投标等工作 按照计划到今年12月 预计完成污水泵站 土建施工 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 开始试运转 本台记者报道 好我们继续带您看新闻 眼下我是已经进入到了主讯期 为了防御台风 可能带来的强降雨 确保水利设施 能够安全运行 近日根据市防循抗旱 指挥部的要求 各区防循部门 再一次组织力量 对水库 水闸 堤防等水利设施 进行了安全大检查 增溪水库是祥安区最大的水库 主要是供应农业灌溉和企业生产用水 同时也肩负着重要的防洪功能 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 水库仍然处于高水位运转 目前水位在63.41米 比汛县水位仅低1米 上午 祥安区防循抗旱指挥部的工作人员 重点对水库大坝的起壁机房进行了安全检查 随后检查人员现场对大坝的水闸进行了起壁测试 碰到这个有大雨的时候 我们去先溢水 根据那个雨量的大小 这个杂纹在控制 我们整个大坝的那个水红渣的印象都很正常 除了水库 设置在溪流入海口的挡潮闸 也是此次被纳入检查范围的重要防洪设施 位于九溪入海口的九溪挡潮闸 是祥安区最大的挡潮闸 它肩负着行红阻挡潮水倒灌的重要任务 就是在台风暴雨期间 当遇到天文大潮 或者外面的潮水位高于里面九溪的水位的时候 它能够有效地阻止了潮水的回流 有效地确保九溪上游的村庄的这个防洪安全 根据市防训办的要求 目前各区都已经开始对辖区内的水库水闸 堤防等水利设施展开安全检查 各区将根据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逐一落实整改措施 我们对排查出来的情况 落实了责任人 落实了整改的措施 落实了整改的期限 对一时无法整改的 我们要求采取临时的措施 确保安全 组织了区政村的强行队伍 进行培训和引论 提高应急处置的能力 记者公家高志强报道 好 再来和您说件事 一号的下午 家住在极美的邹女士 从市第二医院上了一辆公交车回家 但是在途中换乘另一路公交车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包不见了 包里的一万五千多元现金 是丈夫的住院费 这钱能找回来吗 我们来跟你说说 一号下午一点五十分左右 邹女士带着两个女儿 在市第二医院 上了一辆酒吧一路公交车 落座后 邹女士就将身上背着的双肩包 放在座位上 半个小时后 车辆到达信林消防公交站 邹女士抱着小女儿拎着袋子 起身离开座位下了车 粗心大意的她 就将双肩包移忘在座位上 邹女士下车后 准备换乘958路公交车回家时 才发现自己的包不见了 包里除了邹女士 自己的赞助证一枚金戒之外 还有一万五千元现金 而这钱可是丈夫的住院费 因为我老公骑车 把脚摔断了嘛 然后我这个钱是每天要交住院费的 那没有我都想死的心都有了 真的这个等于是救命情 真的 与此同时 邹女士下车后 一位刚上981路公交车的男子 就发现座位上 有个乘客遗忘的红色双肩包 随即男子将包交给了 公交车驾驶员 拿给我交给我 我就拿过来就放在 准备到赞点 交给我们赞路嘛 孙师傅到达终点站后 和站务工作人员一起打开包 寻找相关证件 试图联系施主 但包里除了财物 只有一本赞助证 证件上也没有联系电话 就在此时 邹女士也电话联系上了公交厂站 随后 邹女士来到公交厂站 领取丢失的包 谢谢孙师傅 谢谢 真的谢谢你 邹女士说 她不仅要谢谢公交车司机孙师傅 还要感谢那位捡到包 主动交给孙师傅的男子 没想过能找回来 现在的好心人真的很多 应该做 我反对人家应该是 要注意自己要带的东西 要注意好 拿走就好了 记者雄伟高志强报道 我们再来看 相信有不少在哺乳期的妈妈 都有这样经历 就是在公共场合想给小孩哺乳 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 尤其是在公交车上 那更是有点尴尬 不过最近呢 我市的二路公交车上 就设置了一个哺乳室 我们带您看看 最近有乘坐二路车的乘客 可能会发现在驾驶员后方的 第一个爱心专座 多了这样一副窗帘 那么这个窗帘 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其实这主要是给一些 在哺乳期的妈妈所准备的 只要把窗帘拉上 这个座位 就会形成一个小型的哺乳室 公交集团方面介绍 由于二路公交线路的驾驶员 全部都是女性 这个公交车上的哺乳室 正是他们提出的建议 我们都是妈妈 我们感同身受 像这种 遇到这种车上 突然间小孩子肚子饿了 想要俘虏 想要吃奶 我们都有遭遇过 但是就是在车上 找不到那种有吃奶的地方 俘虏的专座 那当然了 那是非常的方便 感觉到特别的贴心 公交车上设置哺乳室 对于一些市民乘客来说 也觉得新奇 他们告诉记者 这项设置确实非常贴心 而且实用 那当然是提供方便 不然你出门在外了 父女要喂奶 小孩子要吃奶 在公交上 确实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原来在别的城市 也建的比较少一点 觉得有这么个 服务其实还行不过 而且我觉得很有必要 隐私性会得到 很好的保护了 而且可能不会影响到别人 据了解 这个小型哺乳室 投入使用三四天来 也遇到了一些不文明的现象 有些乘客拿这个窗帘擦手 公交集团方面 希望乘客们 能够爱护这个哺乳室 同时他们也会 及时检查和清洗 总共有12辆车 总共就有24套的 这种窗帘 因为我们又会有 定期的清洗 遇上突发的 就是说有了呕吐 或者是脏乱 让我们司机 都会随时检查一下 然后到了站点 我们会及时的更换一套 记者王玉坤五号报道 继续带您看新闻 为了给游客 营造更好的 这种良好的旅游环境 今年以来 相关部门加大了 对古浪宇岛上 受贩假烟的插出力度 近日 四名城管古浪宇大队 就联合烟草管理部门 对前段时间 查获的假烟 进行了集中的销毁处理 上午 在古浪宇环卫码头 一箱箱假冒伪裂香烟 被运到这里 随着重型叉车的来回碾压 在龙龙作业生中 一万两千五百包假烟 铺一块就变成了一堆 碎纸片和碎烟丝 他们将和生活垃圾一起 被运往垃圾焚烧厂 进行焚烧发电处理 主要是来自于 这个广东跟云霄一带 一些这个地下烟厂生产的 卷烟 主要是销售是在 我们古浪域景区 利用这个路边汤 一些流动汤饭这个形式 来进行销售 对在销售这些卷烟 非法谋起这些暴力 记者了解到 今年315期间 古浪域就已经 集中销毁了 三万多包假烟 而这次销毁的假烟 主要是五月份以来 相关部门所查获的 他是抓住了 这个游客练习心理 能让他游客觉得说 来到我们这个厦门 来到我们古浪域 能买到我们台湾的 一些特厂 这种形式来进行销售 随着相关部门打击 假烟贩售力度的加强 现在古浪与岛上商家 销售假烟的行为 已经大大收敛 但还是有个别商贩 在偷偷销售假烟 手段也更加隐秘 而这也是相关部门 接下来要重点查处的对象 受患假烟的那个商贩 就是说会相对手段 会三位隐蔽 然后就是有一些 在一些偏僻的小街小巷 或者是店面 或是那种建筑店之类的 然后这个的话 反正我们就是有 根据这个整治方案 然后有在加大力度 在进行那个整治 记者咸云 王汉阳报道 下一节您将看到 警方辟谣 朋友圈热传的 金美加油站爆炸是谣言 好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正在为您直播的 特区新闻广场 湖滨北路部分路段 因为地铁施工的需要 从上周末开始进行了围挡 这一路段由于早晚高峰期间 车流量比较大 交警部门提醒 驾驶员要减速慢行 另外记者从厦门轨道集团了解到 市体育中心站一期土建围挡 工期为七个月 预计明年春节前后 十字路口的这个转盘 围挡将会被拆除 交警部门介绍 从围挡后这几天的 交通通勤情况看 围挡区域在早晚交通高峰 车流量偏大 上午八点半 记者在湖滨北路 与湖滨东路围挡转盘处看到 车辆通行正常 四个方向车流 只需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 就能通过路口 相对滨北湖东路口 在建业路口围挡后 交通情况比较复杂 比如道路狭窄 弯度比较大 部分人行道设置在骑楼内 交警部门提醒 行刑市民驾车 要减速慢行 不要违法停车 行人要走人行道 以确保安全 不要乱停车 那边只要一旦停车 马上整条路 就会造成拥堵 马上就会堵死了 那另外就是 这个上下课要 要既停既上 既下既走 还有一个就是 它那边的坡度 有一些起伏的坡度 比较大 也要注意路面 那个起伏的坡度 张晓斌介绍 地铁虚工围挡后 仍有少数驾驶市民 不了解新的交通组织措施 比如在昨天 就发生了车辆 在体育中心站十字路口 布京转盘环岛 直接左转 以及在七星路 京桥路 单行道逆向行驶等行为 险些酿成事故 这几天我们观察一下 是有这一类 因为有些市民 还不太清楚 这两个路段 已经改成单车道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 以教育为主 接下去如果还有这种现象 那就要进行处罚了 目前地铁二号线 体育中心站 维挡区域正在进行 地连墙 电信管线 以及污水管网 迁改等工作 工程量较大 主体土建一期为党 将用17个月时间 预计明年春节左右 可以拆除交叉口的 转排为党 一期的就是我们把十字路口的 那个盖板 要先做完 做完了就用 我们在下面按挖的时候 先把交通恢复掉 我们的做法的话 就是尽可能的减小 对这个公共资源的占用 就是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 在七国以后 整个这个十字路口的交通 会全部把它放开 然后现在这个方向 或这个方向 除了北侧的是在围以外 别的基本就是说 十字路口是通了 就是这样子来 交通压力会更小 本台记者和通讯员报道 我们看到 为了尽量减少地铁施工 对部分路段交通组织的影响 施工单位也是在争分夺秒 但是工期再怎么紧张 施工规范问题 还是要重视起来 自上个月开始 湖滨北路的地铁施工 进入了集中开挖的阶段 那么到目前 各施工区域的文明施工举措 是否落到实位了呢 时容询报关注一下 上午在湖滨北路 施工巡查组自东向西 走访了沿线三处 由不同施工单位 主导的地铁施工店 只有中铁22局呈现的 体育中心段施工点 呈现出了较好的管理状况 施工点的危挡 及降臣措施落实到位 虽然受施工影响 但这一路段的 施工及交通秩序 均保持在了整洁有序的状态 而几乎是同期开工的 分别由中铁17局主导的 湖滨中路口施工点 和由中铁11局主导的 建业路口施工点 在文明施工举措的落实上 仍然存在诸多 有待规范的问题 通过走访能看到 在这两个施工区域 不少绿化带及路面 被挖开的部分 没能有效覆盖 由此所致的路面污染景象 清晰可见 施工区在局部为党的设置 和大门前净车上路措施的 落实方面 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希望上述存在的问题 能够引起施工单位 及市地铁办的重视 借鉴体育中心段 施工点的管理模式 尽快推动另外两处施工点 将文明施工举措 落到实处 记者刘欧华报道 我们再来看 今天上午不少 市民都发现 这微信的朋友圈和群里 都在热传一段 厦门集美加油站着火的视频 武士警方经过调查确认 这段视频是在去年 外地的一家化工企业 着火的视频 希望市民不要传谣 不要信谣 上午九点多 不少市民的朋友圈 群聊里都出现了这段视频 画面中先是浓烟滚滚 火光冲天 随后还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 大火顿时照亮了天空 围观群众吓得四处逃散 这段视频还被人配上了 极美加油站着火爆炸等字样 不少市民看到后 纷纷询问和转发 中午11点左右 我市警方在微博上进行辟谣 经过公安机关调查 这段视频是去年 发生在山东日照的 一家停产化工企业着火时的视频 和厦门没有关系 记者在网上搜索中发现 最近两天 这段着火视频 多次出现在社交软件中 有人说发生在湖南长沙 有人说发生在山西太原 今天传言发生在福建厦门 警方提醒 市民切勿亲信传言 更不要传播谣言 散布谣言情节严重的 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范琪 王浩阳报道 昨天傍晚的六点左右 在吉美宁安里小区一户 居民的家中 一次小孩玩耍 液化气罐 导致液化气泄漏 引发了火灾 事故导致三人受伤 我们来看 发生事故的是居民楼六楼的一家住户 消防 公安等部门正在现场进行调查 受伤的三名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住户家的厨房吊顶已经脱落 电饭锅等一些厨具也已经是面目全非 在灶台下方有一个15公斤的液化气罐 和一个5公斤的液化气罐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 下午六点左右 他们正在家中做饭时 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救命 随即居民们赶紧报警 消防官兵赶到时 现场已经没有明火 附近居民介绍说 当时住户王女士正在使用 15公斤的液化气罐煮饭 期间离开了厨房一会儿 这时三岁的女儿走进了厨房玩耍 期间就将5公斤液化气罐拧开 导致液化气泄漏 被一旁正在煮饭的明火点燃 发现着火后 王女士和自己的婆婆赶紧冲进厨房 将正在喷火的液化气罐关掉 并扑灭残余明火 但这一说法 目前还未得到相关部门的证实 好像小孩这后背都脱掉了 听说都脱皮了 大人也受伤了 随后记者来到厦门大学 附属第一院了解到 目前受伤的王女士和她的女儿 以及婆婆还在救治当中 而起火的具体原因 相关部门还在调查中 记者雄伟孔翔鹏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我是环境空气质量情况良好 截至到下午三点 评价空气质量的六项污染物指标 浓度都达到了优积标准 今天晚上七点 我是你的空气质量指数为 28空气质量为优 那么厨房垃圾顺手 就丢进垃圾桶子 很多人都会做的 其实你知道吗 这些垃圾也可以派上用场 发挥作用 了解一下 面包片除臭 过期的面包片用纸袋装好 打开袋口放在冰箱的角落里 面包片可吸取冰箱里的杂味 有天然除臭的作用 鸡蛋壳去垢 把鸡蛋壳捣碎 放在水壶里加水煮上两次 然后将水和蛋壳一起倒出 壶内的水垢就会很轻松地去掉 牙膏去污渍 首先在刷子上挤适量的牙膏 然后直接刷洗灶台后面瓷砖接缝处的油污 牙膏的量可以根据瓷砖接缝处油污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因为瓷砖接缝处的方向是纵向的 所以在刷洗的时候也应该纵向刷洗 这样才能把油污刷干净 胡萝卜去油 在锅盖有油污的地方滴上两滴洗涤剂 然后用胡萝卜头的刀切面来回擦拭 油污立即就能去除 再用湿布抹干净 咖啡渣有妙用 煮好的咖啡过滤后 剩下的咖啡渣用纱布包好 可以来回擦炉灶擦锅盖 去污能力强 好 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天五十的空气量等级为优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学新闻广场 我是王哲 祝您晚安 明天见